是的主播 这起事件发生在今天上午11点半左右 当时这名国光客运的阳性司机 开车行进金山区公所前 正准备要回台北的公司 突然看到一名身穿黑衣的男子 骑着机车逆向冲到客运的前面 这名司机马上紧急刹车 然后打开车窗来查看 没想到这名黑衣男 对着司机就是一连串的猛飆脏话 还朝着司机的太阳穴用力挥了一拳 事后阳性司机也表示说 并不认识这名男子 不清楚为什么对方要殴打他 后来这名男子甚至跟着他回到客运公司 手持球棒扬言要殴打他 还好当时公司内还有其他同事 一起合力把这名恐怖的男子给拦住 并没有发生冲突 那目前这名客运司机已经报警 并准备对这名男子提出伤害和恐吓的告诉 而冲突发生的原因警方也持续在调查当中